超市外面一个妇女带个孩子 然后超市的人员给警察报告了 然后这个黄墩下面就是孩子 穿了一个粉色的衣服 然后就是警察在给他们在做交流 哦来人了走了 好了 离开了 大结局 好 比较好的 他们是不是在谈那个孩子 有个孩子 小孩 在流落 可以看到 穿红衣服 坐在那里 有人报告 这个孩子 盖个厚衣服 然后 这是乐于助人了 这是 然后 这个大人就陪着这个穿红衣服 这个孩子 大人陪着这个孩子 然后问他冷不冷啊什么的 警察 警察就等着 等待着 美国 美国对儿童保护还是保护的很 很重要了 就是 如果是孩子的话 还是 很重要 这是大人陪着一个孩子寒冷的打电话呀 是不是他抱的警 是害怕孩子走失啊 或者无家可归啊 这种情况 能到时候能看到这种善良啊 警察也是客进直手啊 美国是有很多警察 美国的个全美 警察的数量也是非常大的 美国有93万警察 分布在各个地方 对这个进行保护啊 所以警察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也是非常的让人 好了 孩子是安全的 出现什么情况都是 可以 可以得到保护啊 毕竟是小孩啊 小朋友 然后这边是牵了这个大狗 这边也是car boy 等于是也是car boy 好了 解决问题了 拜拜了 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